你好! 今天的故事叫 成成的鼻子 第一个鼻子 鼻子 第二个相成 相成 第三个办法 办法 第四个一次 一次 第五个 长 短 短 第六个 奇怪 奇怪 第七个 好笑 第八个 有用 有用 第九个 变长 变长 变短 变短 第十个 像 像 第十一个 笑 第十二个 帮 帮 第十三个 拿着 拿着 第十四个 掉到 掉到 第十五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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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个 发现 发现 一千年 一千年 有一个日本人 他的鼻子 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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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 香肠 他 不开心 因为 有很多人 笑他 呵呵呵 他 他 不可以 一个人 吃饭 因为 他要 别人 帮他 拿着 鼻子 因为 他的鼻子 太长了 如果 没有人 帮他 拿着 鼻子 他的鼻子 就会 掉到 饭 里 他 每天 看 他的鼻子 他 真的 不开心 他 真的 想让 他的鼻子 变短 可是 他 不知道 怎么 让 他的鼻子 变短 有一天 他的朋友 告诉他 他 知道 一个 办法 很 奇怪的办法 可是 可能有用 这个办法 是 把 鼻子 放进 热水里 很长时间 然后 然后 叫一个人 打 他的鼻子 他 试了 这个办法 有东西 从他的鼻子里 出来了 可是 他的鼻子 还是 很长 很长 他 又 试了 这个办法 又 有东西 从他的鼻子里 出来了 可是 他的鼻子 还是 很 很长 很长 他试了 一百次 有一天 他的鼻子 真的 变短了 现在 他 很开心 因为 他觉得 没有人 笑他了 哈哈 有一天 他发现 他的朋友 在 笑他 他 问他的朋友 为什么 笑他 他的朋友 说 以前 你的鼻子 很长 我不觉得 好笑 现在 你的鼻子 变短了 我觉得 太好笑了 哈哈 他又不开心了 现在 他想 让他的鼻子 变短 可是 他不知道 怎么做 有一天 他在睡觉的时候 觉得鼻子 热热的 他没有想太多 他没有想太多 第二天 他发现 他的鼻子 又变长了 他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 以后 不会有人 笑他了 哈哈 你觉得呢 他 你觉得 以后 会有人 笑他吗 再见